烏克蘭總統扎尼斯基誓言將直坐先進武器奪回失手的地區 較早前,烏克蘭部隊從東部魯金斯克省最後一個防守地區 尼西昌斯克士撤棍 扎尼斯基星期日7月3日在晚間講話中說 俄羅斯集中火力攻擊烏東頓巴斯地區 烏克蘭軍隊將用美國等西方民有提供的遠程武器予以回應 他說我們保存士兵和人民的生命安全 這樣同樣重要的,我們將重新捉建起防護牆 我們將奪回土地,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給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 烏克蘭軍隊星期日表示 已經決定從尼西昌斯克撤出剩餘的戰士 因為面對人數和裝備優越的俄羅斯軍隊繼續防守 可能會導致致命的後果 烏克蘭官員不斷敦促西方民有提供更多先進武器幫助加強戰力 以便與俄軍勢軍力敵 至俄羅斯四個月前入侵烏克蘭試圖推翻總統扎尼斯基或佔領首都基庫遭到失敗以來 莫斯科一直致力於控制頓巴斯地區 包括了魯金斯克和頓列斯克 烏克蘭目前仍控制頓列斯克州幾個城市的控制權 並且修理工具 整個城市的控制度 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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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